好 很多人問及確診了還需不需要打針這個安排 網上找到這個疫苗通行證接種時間表 更新的時間是2022年3月5日 我們看看C果一蘭康復者 他有說到如果你是4月29日之前的話 你確診了滿六個月後就要打第一針 如果你是4月30日之後 你確診了滿六個月和九個月之內就要打第一針 然後你接種了第一針之後 滿九個月就要打第二針 這個是比較新的安排 網上的新聞也有說到 當記者問及需不需要打第三針的時候 其實就未有回應 所以我想他們都在想政策上的安排 其實本身這個病就不可怕了 就是政策有些變動 所以大家也不用這麼心急 我需不需要去診所找一張免針紙 可以再等一等 然後因為他打第三針的截止是6月底 所以我見他這個政策 其實是4月底開始會有新的實行方式 另外我也是找到一個網頁 就是說這個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 關於疫苗的常見問題 第十條那裡有說到的 就是如果我確診了 那是怎樣呢 如果你打了第一針 第二針疫苗 這裡就說 康復者最少180日後接種第二針 有個別需要的人士 例如外遊、工作環境較高風險 教義傳播病毒的員工 就可以提早一點 你打完第一針之後 最少90日就接種第二劑 然後他在後面這段很重要 他就說 一般而言 現時並未建議康復者接種第三劑疫苗 如康復者有個別需要接種第三劑疫苗 並取得相關醫生證明信 就可以去疫苗接種地點 就在場醫護人士按個別情況 安排接種第三劑疫苗 即是說如果像我一樣 打了兩針 然後我確診了 究竟我打不打第三針呢 這一個答案是說 未建議 所以我覺得 剛剛確診了 而你又打了兩針 不用這麼心急去 預計第三針 或者去想拿不拿面針指 我覺得可能往後政府 會公佈一些政策 因為第三針 我再說一次 折子時間是六月尾之前要打 其實現在也是三月中 可能三月尾 或者遲些會有相關的公佈 好 希望網上比較新的資料可以幫到大家 但是疫情的政策 每天都在變化 如果有最新的消息 我就會拍片 或者放在Facebook 在這個網頁跟大家公佈 希望幫到大家 大家都不要太苦惱了 好 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